这个程式在第40页 那可是我下一个阶段是希望什么 我除了要上半步之外 我还要下半步 可是如果你是上半步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全部串在一起 等于是把那个乘积有没有 它基本上是没有分开来 就是放在什么 value就是放这三个东西 所以变成怎么样 我们势必需要什么 需要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计算 得到什么得到底下的东西的话 比如说国文最高分 那你势必就必须什么 把这三个东西把它切开来 国文放国文 英文放英文 数学放数学 然后它的姓名又放 所以基本上 你还是可以得怎么样 如果用之前的那个概念来 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A 放那个什么 放那个姓名 然后B也许就放国文 C、D 就分别放不同的成绩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的做法 我有给同学两个参考的答案 第一个是用串列 四个串列 那你想说 串列好像跟之前讲的差不多 那第二种是用什么 三个字典 三个字 那这三个字典的话 就是DICT 一、二、三 有没有 它的key都一样 它的value不一样而已 OK 能不能做出来 可以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首先的话 关键的地方 后面部分 那 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第一种解法是 产生一个字典 然后呢 四个串列 再来的话 就分别把切下来的东西 分别把B、C、D 有没有 分别从这个里面抓出来 append到里面去 那你就有办法把这个结果也算出来了 OK 所以我run一下 我就会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是在第41页 这些都有 然后我就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会想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 就是增加四个串列 有没有 然后呢 分别就放这个 也就是把A A放什么 A放key 然后B、C、D放什么 就是把这几个东西切开来的东西 分别把它放到里面去 OK 用append的方法 分别把里面都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分别 针对国文的分数 英文数学的分数 分别做计算 那你会发现 我们的报表就做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说那个细节部分 因为有些前面有讲过 我就不用再赘述了 因为下面其实主要还是用什么 index 然后去找最高分的 其实这个还蛮重要 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这个呢 其实跟那个eSale里面 那个index有点像 可是在eSale里面 在index里面 还要配合一个叫match 所以在这里 我是觉得这个index 比较像 不太不是那个 这个什么 就是eSale里面的index 而是eSale里面的match 这个用法有点像match OK 如果你们有用过 eSale里面的match的函数的话 反而这个地方比较像match 那index实际上就是 他用这个中瓜糊去表示 他要抓哪一个index 比较像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了解一下 第一个 我们用四个 四个串列来完成我们要的这个计算 那可是如果今天换个变化题 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希望这边都串列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用三个串列来完成 所以方法二 这地方我就要切到方法二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今天我不要用四个字典 不用四个串列的话 你可以用三个字典 那你想说三个字典做什么 特别注意哦 分别 这一个就是放他的姓名加博文乘机 这个是放姓名加英文乘机 姓名加数学成绩 也就是说分别 就是把不同成绩放在不同字典里面 这样的话 key value才有办法 抓到 其实抓到都是同一个人的成绩 只是说他分在不同的字典里面 其实底下部分 第一个关键地方这个不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我怎么分别放 那这个前面都一样 都是放那个名字 后面不一样 有没有 这是国文成绩 英文成绩数学 数学因为后面有带一个换行 所以把它拿掉 那再来 最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虽然是三个字典 有没有 可是最后 因为要来用来把资料提取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还是非得要放到哪里 放到字典里面去 只是说他的地方 你会发现 然后程式相对于那个刚刚的程式 你会发现比较短 有没有 就不需要说 抓那么多次 直接就再把它放到那个 串列里面 最后呢 一样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并且计算出我们要的这个 拿一个分数最高的这个 这个成绩出来 OK 你会发现 一模一样 OK 这个是用三个字典的方式来完成 至于到底有哪些地方的差异 我想请各位也许可以比较一下 相对的 看起来其实还是用三个字典 会写的比较精简 OK 刚刚你会发现 这个21行 这个切过来的话 24行 也就是总共会差了三行 那到底差了哪三行 基本上看起来 好像就是这个回圈的部分 可以把那个回圈的部分略过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四个字 四个串列 跟三个字典的程式 那一样 我要把它放在云端的41页 跟42页的地方 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